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今天清晨到来指数上涨 跟我昨天讲的逻辑一样 昨天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这一根上引线 它会提供一个震荡让你进场的机会 这个震荡进场的机会 之所以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有效的日落 或者是拉回来碰十字均线 等等之类比较大的一个强势拉回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你的KD在80以上 你的K值在死亡交叉失败以后 重新站回80以上 这一根黑棒就变成支撑 因为这一根黑棒本来要它死差 死差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在80以上 你在80以上只要超过三天 你要交叉起来很难 因为盘是够强 够强的话你就一直撑在80上面 然后大盘这个指数就不容易拉回 所以听我解盘你才会发现说很多人教的东西其实是错的 对吧观念上都是错的 如果说你只要做好每一年在80以上的行情 甚至于我可以这么说 剩下的时间你都睡觉不做股票 你都可以做到当年度最好做那一段 如果你不相信我 欢迎你大数据去回溯所有台湾以前过去的大行情 我告诉你全部都在80以上 那个行情是最精华的部分 那个叫做老韬牛 上钙肉 那个叫做比木鱼齐鞭 对不对 那个就是最贵的那一块 一条鱼只有一小块 你去日本 他跟你说这一块最贵 对不对 一片做出来的80块美金 你在纽约啊 最贵那一块 就是最80以上 当你站稳80以后 行情就是最精华的那一段 至于就是说 资金的内容是谁 那这个对我来说当然不重要 可能对有的人觉得重要 他必须要知道说 这个是大户的资金 还是业内的资金 主力的资金 还是法人的资金 还是外资金 但因为对我来讲 只要有钱都赚了 那有的人他就是会很在乎这一块 很在乎说这是回升行情 还是业内行情 还是什么指数行情 还是选举行情 还是景气行情 其实钱就是钱 哪有分那么多行情 对吧 赚到就好了嘛 就是把自己心胸放宽阔一点 不管今天是什么样的资金 在运作这个行情 你只要有赚到它 然后记得怎么样 出掉就没事 掌握每一种行情的一个特征 但是有几个共识 共识就是说 你站在80以上最强的 所以你看停留在上影线的上方 基本上小幅震荡 它也没有回到昨天开盘价 所以今天基本上涨的 陷阱在哪里 有没有赚钱的感觉了 有没有出现我昨天所说的 赚钱的感觉了呢 因为今天没有台积电了嘛 昨天你可以把东西推给台积电说 因为台积电涨 所以没有涨我的股票 今天可能有人把东西推给红海 因为红海跌升反弹 我不可能买红海 所以今天这个100点我也没赚 这逻辑就不对了 我认为今天跟昨天都是一样 属于非常好做的行情 那我继续讲 红海这个东西 我再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上一次 先讲红海 红海的逻辑就很简单嘛 这里发生一件大事 市场上就提到了 这个带了一根大量 在中国怎么被修理 这个当然很有话题 这个就是很有故事可以讲 有非常多的财经的节目 在这个地方做文章 因为能够把中国 跟台湾之间的故事讲得好 现在又进入所谓的选举时期 一定是有收视率的 你看很多名嘴都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讲这个中国境内怎么样传说 然后怎么样 然后这个网络上贴一些简体制的 你也不知道真的还假的一些文章 那其实我们这个股市当中 其实我一直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第一个你是要听故事 还是要做股票 那有的人他可能觉得说 我只要搞懂这个故事 我做股票就可以赢 对不对 非也 我举鸿海的例子来给各位看 为什么你要学实战操作的一个技巧 当时我的逻辑很简单 我说如果你放空 你的空单应该打在哪里 打在这边 第一个日落 空单一定是空在日落 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 你不可能说你空在这边 你空单一定空在日落 所以你空单空在日落 逻辑上你应该空在105或106中间 所以这个时候杀下以后出现那个新闻 在中国被查税 那这里出现第二个谣言说你要赔多少的税 对不对 所以市场上很慌张 这个地方很多人把它剁在低点 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大家仔细看 厉害的人放空会不会空到这里 不会嘛 他一定空在日落第一天 那日落第一天 这个地方空单应为什么要回补呢 因为你看 布林上轨道 我当时教过各位 我用13 我就继续讲 当你折返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什么 行情要进入盘整 先不是说反弹 这叫做强空盘 那强空盘你追空会赚钱吗 我听说他在中国要被修理的 我市价空十张 你一定输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上轨道收缴 就代表你要进入盘整盘 所以你看上来了吧 盘整盘并不是马上涨 但如果你抄底 一定抄这边 那有人就知道 老师为什么人家说 布林轨道碰到下轨是买点 那不是买点又破了 布林轨道碰到下轨 不是买点 下轨是买点 为什么三次都不是买点 只有你说的这一次 隔天是买点的 因为你要看上轨道收敛 布林轨道我们讲 战斗布林的一个策略 并不是指我去修改了布林的公式 而是我有一套 真正会用布林的合理用法 就好像说我的KD 跟你在市场上听的KD 完全不一样 人家就教你进入80要小心 我教你进入80要进场 为什么相反 因为我认为他们不会用 这个道理就跟系统 我当时叫你不能再追一样 我讲系统绝对超然 因为我们有做第一段 所以我绝对超然 你看 如果你是往上行的过程当中 你要预防它进入盘整区 你该怎么做 你要下轨道转折往上的时候 因为你张开的时候是波段盘 收缩是盘整盘 你这一根是不是开始转折往上 你从这里开始就全部都是区间盘的 你这边所有的突破都夹的 直到你日落为止 所以你这根根本就不能追 你应该隔日冲 那老师这一天会不会像这里一样 中继往上 不会 因为这里是压缩转收放 那老师这里有机会收放 但是背离 因为你这里的宽度没有比这里宽 但是你这里的宽度 很明显的比这里宽 回来讲鸿海 所以你抄底这根对不对 所以赢家有几种人 第一个你放空的人 在这里回补 那第二个人就说你既没有抄底 也没有放空 那光在那边讲鸿海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说了 那有没有说我既没有放空 我也没有做多 但是我利用鸿海的现象 学到了一门知识 以后行情要进入盘整的时候 第一个我不能追多 我也不能够追空 我要买在行情发动的时刻 可以啊 你至少可以把鸿海这些拿来学习 你看我们节目多棒 真的啊 我说红海那天空单要补 那多漂亮 超帅 多少人看坏红海 你光用这一招 所以我用布林的收放 对不对 你收放之间 当然这条件还有很多 还有中轴的概念 但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世界上90%的指标策略 都是为了找突破或发动 我相信你也是 但是这其实我认为是不完全正确的 对投资人来讲 真正重要的是你要预防盘整 你要预防行情进入盘整 所以80以上为什么有意义你知道吗 因为80以上不是盘整盘 它不是喷出不然就是拉回二选一 它不会有那种中间盘整的格局 所以我最喜欢80以上的行情 我进去只要不是拉回 你就是喷 很棒啊 拉回出掉就好了啊 总比你盘整好吧 你们老是带你买的股票 很多在盘整啊 都在等而已不是吗 看基本面的行情 哪个不是在等 一追突破就拉回 对不对 马上就中招 送你一根长黑 因为你不会发动盘啊 我跟郭讲 为什么钻石上礼拜我要出 你看上礼拜我为什么要出 我讲这个逻辑给你听 对投资人来讲 真正最重要是预防盘整 你只有300万的资金 你买了股票进去咬住了 你还停住 就像我当时跟郭说的 我说这个行情你要赚到钱 如果你舍不得出掉 技嘉广达伟创光宝科齐鸿 如果你舍不得输掉 你一定要再去找一笔钱来 做新的股票 你不出我没有一件 找一笔钱来跟着我做 那你如果说你都找不到钱 那没办法了换股了 不是说技嘉广达伟创不会涨 是不在这个季节动 对不对 你比方说NVIDIA创一个新高 然后技嘉11月营收怎么样再拉上来 有可能 等到动了以后就会有日出 有日出就会有做单的机会 当你的日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 你今天本来要转成一个月隔级的日出 还没有呈现之前我给你出掉 你看你不出掉差多少 重点不是在于你不会涨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子讲 做股票不是因为出 不是因为看坏 在这个涨停出掉 是因为如果你不出掉 我没有办法把钱拿去买IC设计 对吧 不管你多通通一样 多单你那个系统不能追上去 你空单你红海你不能杀在最低点 因为那是要进入盘整的前奏 你进去不管你做多周空你就屌了 你就屌住了 你像这个材料 你昨天追空的 破前面的低点 破前低的隔一天 多头抵抗就屌住了 我昨天怎么一杀掉 今天又涨上来 因为你在盘整 什么叫盘整 盘整就是外轨道跟内轨道 在收缩的时候 尤其你周线的格局 布林在收缩 你日线再怎么做 都在如来佛的五指山里面 对不对 要做就要做喷出盘 很多人说股票要爆要爆要爆 其实在我看来 如果你一档股票 一个礼拜可以赚20% 300万20%就60万了 60万什么概念 你一个半月可以赚300万 每个礼拜只要做它两根就好了 最好做那一档股票 你根本就不用把它爆到最后 你比方说你看像华硕 我现在先讲一个大格局 现在局势是这样 市场上已经开始接受一件事就是 所有的手机PC这些东西叫边缘装置 回来了 因为它有AI伺服器的概念 重点是在于它单机EP回来了 对不对 市场上就开始反应了 所以PC跟所谓的手机这些东西边缘装置 但实际最伟大的边缘装置 我认为市场上现在还没有出现 在AI的时代 会有新的边缘装置 那我们来看一下祥硕 他们家集团的今天就创新高 那IC设计这个东西面有问题 我把它拉正一点 这样子看有没有把它舒服 这个IC设计我们讲 祥硕在创新高的时候 可以给市场上更高的一个 乐观期待跟本益比 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敦泰上来了吧 对吧 所以现在的逻辑 站上基线 有没有回撤际线不败组合吗 上个月初跟各位讲过了 你看一个月过去了 在这个地方最低点 越盘越高 现在我先让大家回来讲 像我昨天跟各位说的 市场上到目前为止 最不败的组合 叫做第一个底部的八个月线型 因为这是从联发科过来的 联发科详硕硕 然后你会看到 今天的话当然有华硕 然后上个礼拜有CDKY 它基本上同样的逻辑 就是上上个月 那个生权也是一样 底部拉一个大底 大概12个月 12个月过去 12个月利空都没有打翻它 现在只要2020一复苏 上来就是八成一倍 对不对 这个跟刚刚那个材料KY差多少 像我跟各位讲的 你在高档可以甩 一高人胆大 你就破第一阶过高出 那有另外一种方法叫做 刚刚起涨 你可以在底部抓到它的整波段 是不是在现在最不败的组合 你看敦泰就知道了 你用产业去抓Driver 你少骗我了 你说你看好那个什么面板 驱动IC什么时候出来 你顶多了不起 你跟我说你看到莲勇 你看到这个什么哪一支股票 然后你回来抓敦泰 我还勉强相信 对不对 你说敦泰来个补涨或干嘛的 毕竟就是说天狱他剪制以后 表现得也还不错 我勉强相信 对不对 最不败的组合还是拉回来 其实看你刚站上季线最有效 因为你可以买在这一天 尤其是那种回撤 你这个回撤的日出 所以行情在这个时候 你要做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你看像有的股票 钻石就是碰到这个刚刚我先出 那你确认站上去以后回撤 这个东西就可以 做后面的表现了 所以操作是有逻辑的 今天我们来讲电源跟来西 为什么全部都复活了 那你既然这个我们说 边缘装置可以带动这些股票复活 电源关系当然是消费端 最直接受贿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帽打 这也是一样在十月中旬的时候 我觉得今天行情证明一件事情 我两个月以来 我们讲的IC设计都是对的 那我现在废话不多说 就是继续做 一路做到没有IC设计为止 我告诉你还有一大堆了 那我们就继续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西地 可以回来走完第一段 其实西地才刚刚越过季线而已 它以后还会有一个回撤 回撤以后这一条线会上扬 这还有戏 现在如果是18 韩剧都16级 这个大概只演到第三级而已 演到第三级而已 还很大一段 再来我们看一下通家 电源关系 对不对 两根 那有的人说 老师为什么当时这一根没有过 我去追在这一根就套牢 今天反弹我还没有解套 你为什么要追在这一根 我还真想问你 我认为它在这里因为带一根量 所以会越过前高 前面被锁了 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隔日冲 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里了 闪掉那个免你针 我当时有跟各位说过要先卖一趟 再来我们看一下 自新这个已经收敛到尾端了 看起来还是要走一个 这个蛮厉害的 我用电脑讲一下 你看对不对 从当时的最低点到现在已经 快要回到前高了 这里是多少 113 这里是多少 280了 快300%了 所以你说底部进场好不好 好在哪里 我解释给你听 我跟你讲 假设你IC设计套在前年的高点 你套在300块好了 它最高30亿 行情拉回来跌掉60% 对不对 30亿跌到哪里 113 所以当有一支股票反弹的时候 你跟我讲说 这又不是空方格局 哪一种股票是空方格局 这个才叫空方格局 多方格局涨10倍 但是你看 你在这个地方买 买1000块 你要它10倍 那你要涨到多少 1万块 3倍就是要3500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三个礼拜 没有错 高档震很强 可是你没有吃到肉 再来我们讲刚才这个逻辑 你看你底部进场 你说一档股票跌到这么凄惨 跌掉60% 跟IC设计都一样 但是如果你今天买在120 你拉到这个地方已经280了 你快三倍了 这就是数字的魔术 为什么要IC设计 为什么要底部进场 为什么要买底部的股票 因为你底部弹上来的那个价格 可以让你手上的500万 翻到1000万 数字魔术 这股票数字魔术 要不然你说巴菲特 他怎么赚到钱 他都把他股债进场 他干嘛在股债进场 对不对 他手上有一些公司 那个公司都已经几十年了 他还是在底部进场 好那我们看一下 电源关联加息还有这一档 也是在季线这边 刚刚踩到季线 做第一根日出 那我再继续讲 好那安国 那所以IC设计没什么好讲 那这因为百元以下 百元以下现在越来越少了 IC设计最后一直涨 都会上 很多都会上百元去 那经历科就是我刚刚讲的道理 你从600跌下来 你跌到120 反弹当然容易 很容易就一倍了 对吧 好威胜 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 位阶相对不高 因为离际线不远 位阶就不算高了 好这一次我们会提出一个20%的活动 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一下再回来 比较小看20% 比方说像卫胜 你看这里是不是20%不能追 因为开高你要先出一趟 我跟各位讲过 你要避开那个免拟针 对不对 你看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出掉 差不多25% 20%左右 这里是不是一根涨停 带一根涨停 那你这里是不是要先出 所以你这里先获利多带20% 再20% 这一次又20% 你赚多少了 60% 但是如果你这一根带样长红去追 你被扫掉了 到今天为止 你才刚解套而已 回到你的成本而已 人家300万已经赚200万了 你现在才刚解套 同样一档卫胜 你看差多少 差很多 天长之别 对不对 更何况你卫胜你分三次做 你钱出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做到钻石 你还可以做到杨质 对不对 你还可以做到细地KY 就是你可以一档接一档 世界上的指标都在策略教你找突破 大家都认为这里是突破 突破要追 突破要追 实际上你是要防止盘整 一次赚50万 两次赚100万 三次赚150万 四次赚100万 久而久之 一千万就是你的 也不用多久啊 四个礼拜就够了 对吧 心平气和才容易赚到大钱 这是我跟你讲的 换股是为了增加报酬 把时间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还是重点 你要在那边等 激报的亮点到今天 几乎所有的人都公布了 今天的话有长容 这一次激报的亮点 当然就在情邦身上 上礼拜我跟我讲过 第一根涨停的发动点 我们来看到第一根越过前高之后 这是一个标准的越过前高的行情 来到今天礼拜二 礼拜五 礼拜一 礼拜二 今天在高档震荡合理 因为过高之后出现一个空头抵抗 再来例三 就算是例三 你看激报拿出来 连它都可以怎么样 四根红磅 然后你看20%就开始震荡 再来政要 那缓慢创新高 所以这个激报还是很重要 今天有这个来解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细围 这个是韧体的一个走势 当时在这里曾经有过一根跳空涨停 对吧 比高档如果没有出 那就很可惜 但是你出一趟的话 这就20%加十几% 就分两段了 好 那今天最重要 当然汽车零组件 宇环在这一次 因为电影在拉回的时候 他没有 因为他价格比较低 所以他高档做了一个中继整理 这一次单季有0.3比 电影强嘛 那但是电影在这边打了一个双底出来 看起来分盘交易到了尾端 有没有 整理也快要结束了 那重新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宇环 已经有在挑战前高了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资金是有回笼到汽车 因为金像电我们看到PCB的部分 除了单纯的AI之外 有搭车用的走势当然强多了 那今天我们看一下 AI的这个散热模组 当然也有建策 它也是同时有车用的概念 看到今天的走势 大概就理解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很明显的 这一次当然IC设计最整齐 那一档会接一档 那我现在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赚钱效应已经出来了 如果你赚到IC设计的人 你会想要复制联发科的成功 再找一个底部的IC设计 我认为今天很多可以选 那以今天最整齐来讲的话 电源管理IC是其中之一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敦泰这个地方上来 那其实又带动到了另外一批 价格不到50块 不到100块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车用的PCB上来了 在车用的IC设计的运用上面 很多的族群搭配这一次 鸿海已经不跌了嘛 车用的族群也可以找得到这个当中 可以做发挥的股票 那IC设计的重点就是一档接一档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前顶 这个是光通讯族群当中也整理到了尾端了 这一次注意一下 记忆体当中的这些族群是最后一波上来的 所以它姿态高嘛 这一根黑棒做了一个假日落 看到没有 这个假日落让周线日落不成 准备中继再攻 它在80以上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 来 今天会帮各位准备一个20%的活动 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 20%是个神奇的数字 20%是你的缘分数字 20%是我明天带你进去的 某一个计划当中的第一个目标 跟着我 玻璃花气来 明天带你做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